中文字幕志愿者 满着不确定性 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 又感到困惑 世界怎么了 我们怎么办 这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 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中国方案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实现 共赢 共享 我提出一带一路场 就是要实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当今世界 仍有八亿人 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 各方最殷切的诉求 就是扩大 合作 共同发展 我们将本着开放包容精神 从愿意参与的各相关方 共同努力 把一带一路 建成 简平之路 增长之路 为人类走向共同繁荣 做出极其贡献 而且我们每天看到 有大利益的利益 BELT AND ROAD 计划 在人生的历史上 建立社会的共同众众众众众 是 这世界上的最佳未来的未来 我们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用破坏性方式搞发展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我坚信,只要新往一处想,静往一处使 人类必将能够应对好气候环境挑战 巴黎协定的搭乘是全球气候治理史上的里程碑 我们不能让这一成果附助东流 如果我们没有任何提出,我们也不会有巴黎协定的设计 我们现在也不会有巴黎协定的设计 世界都能救出 病毒肆虐全球,疫情不断反复 我们要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 不遗漏一个感染者,不放弃一位患者 坚决遏制疫情蔓延 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 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 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担负性 做出中国贡献 全球公共产品 《国际新冠疫苗》 约将在发展中国的新冠疫苗 这些冠疫苗 一定会给予新冠疫苗的新冠 在这些困难的时期 在这些困难的时期 在我们在关注的时期 我可以告诉你,那些人都不会忘记 和平发展 公平正义 民主 自由 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 我们必须完善全球治理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不同体 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三千